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七八八章 这是投猪 认可他 开玩笑 李言心淡淡的说我宁愿认可你或者认可一投猪 也不会便宜那死胖子 况且 老娘有那么好泡 一瓶酒就搞定了 呃 叶浩轩有些无语 自己怎么和猪排到一起了 干杯 尝尝几十万一瓶的酒到底是什么样的 李言心举起酒杯笑道 好 今天也吐好一回 叶浩轩端起了跟前的那杯酒 和李言心对碰了一下 再后一饮而尽 两人刚刚放下酒杯 一边的胖子就走了上来 他挤出一丝让人反胃的笑意 走到李言心的跟前道 这位漂亮的小姐 请问我可以单独请你喝一杯吗 不可以 李言心浅笑这回答道 他的话让那名满脸堆笑 五官几乎都挤到一块儿的爆发护神色为之一江 可是你已经喝了我的酒 胖子有些不甘心的说 那不是你请我的吗 李言心故作诧异的说 难道你现在后悔了 那也没办法了 几十万一瓶的酒 我可赔不起 你说怎么办吧 李言心那始终戴着浅笑的面容显得十分迷人 那爆发护的心狠狠的一抽 然后又挤出一丝笑意道 小姐真会开玩笑 几十万算不了什么 只要小姐点点头 我可以开出十倍的价格来 我不太明白 你在说些什么 酒是你说要请的 现在如果你要我赔的话 我也不会赔的 现在请你不要打扰我和我的朋友 请 李言心表现出一副客客气气的样子 其实和他熟悉的人都知道 他表现的越是客气 等惠尔他翻起脸来就越厉害 如果现在这胖子拾去退下去的话就好 如果不拾去 那只能怪他自己倒霉了 你在耍我吧 胖子看出来了 李言心就是在耍他 耍你 不好意思 恕我直言 我还真提不起兴趣 我宁愿去动物园看野猪 李言心摇摇头道 爆发户的脸越发越难看了 他已经确定 眼前这名漂亮的不像画的女人 就是玩他的 开玩笑 几十万一瓶的酒 你以为老子是送的好玩的吗 虽然自己是爆发户 但也不至于是金钱 为粪土到这个地步 不管怎么样 你已经喝了我的酒 要么你把这酒原封不动的还给我 要么你就陪我一晚上 你来这里玩 就应该遵守这里的规则 胖子的脸色很难看 就像是猪肝一样 洛洛 喝你一瓶酒 我就要陪你一晚上 你这买卖 真划算哪 当初你老子泡你老娘的时候 难道用的也是这一招 规则 你一个爆发户 也配谈规则这两个字 李延兴笑得花之招展 的确 像他这种圈子里的人 就算有十个胖子 这种级别的爆发户叠加到一起 也接触不到 可演的这个胖子 竟然敢在他的跟前讲规则 不知所谓的人啊 胖子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 他手一动 就要发飙 就在这个时候 叶浩轩丢出一张支票道 这是酒钱 我现在不想惹事 五分钟之内 消失在我眼前 胖子瞟了那张支票一眼 只见上面的数字 刚好够支付他这九九的酒钱 看来 这小子也是一名身家英识的主 胖子冷冷一笑 他见叶浩轩衣着并不贵重 不像是多有钱的人 多半是一个不入流的小货色账 这家里有几个钱 出来泡妹子 跟自己这种身家上亿的大老板比起来 还是自己有吸引力 他把那张支票推回去道 这种酒 不是有钱就买得来的 也要的不是钱 是面子 胖子的话 没有说完 李延欣抡起那大半瓶红酒 结结实实地砸在了胖子的脑袋上 光的一声响 碎玻璃核心红色的酒夜四处飞溅 那胖子一声惨叫 捂着脑袋向一边倒去 他那庞大的身躯顺带着撞倒了几张桌子 几张桌子上的客人尖叫着纷纷闪避 李延欣这一酒瓶毫无征兆地砸过来 把胖子整个人给砸猛了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那瓶价值不菲的罗曼康蒂 已经碎成了渣渣 大厅里响起了一声杀猪一样的惨叫声 那爆发户就像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媳妇一样 指着李延欣尖叫道 你 你竟然敢打老子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喷 他的话未说完 又是一个酒瓶抡了下来 李延欣又是一酒瓶砸下去之后 然后从灵桌上抄起一壶开水 他浅笑道 要么闭嘴 要么我把这壶开水浇到你头上 二选一 胖子老老实实地闭上了嘴 因为他知道李延欣不是开玩笑的 一个敢把酒瓶往男人头上砸的女人绝对不是正常女人 虽然这样很失面子 但是胖子只有忍耐下来 好汉不吃眼前亏 滚 李延欣吐出了这么一个更伤面子的字 胖子自认为是名能屈能伸的主 他一手捂着脑袋 一手撑起他肥大的身子 匆匆地离开了 走吧 换个地方吧 叶浩轩苦笑道 干嘛要换地方 换张桌子 不就行了 李延欣浅浅一笑 拉着叶浩轩走到另外一边一张空桌子上 打个响指 一名战战兢兢的服务员走了上来 两瓶威士忌 李延欣淡淡地说 小姐 我建议 你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服务员心惊胆战地说 怎么 我喝不起你们这里的酒 李延欣眉头一挑道 不 不是 刚才那人在这一带 很有势力 他会回来的 服务员小声提醒道 多谢提醒 等惠尔打破了多少东西 我原价赔偿就是了 李延欣甩出几张 大抄做小费 服务员一惊 他好心提醒 但既然对方不怕 那他也只好作罢 他一攻身 转身抱着托盘离开 过不多时 两瓶酒又被送了上来 你很想打架吗 叶浩轩问道 是 心里有些郁闷 只想找些人出出气 李延欣叹道 找人出气可以 但是 你没必要跟普通人过不去吧 叶浩轩苦笑道 刚才那胖子 就算是在有势力 背景也比不上李家和杨家吧 况且李延欣的战斗力 就算是来 一群再能打的人 也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谁让那胖子 刚刚惹到我了 只能怪他运气不好 李延欣淡淡地说 你在为你母亲担心 叶浩轩道 是 犹豫了一下 李延欣还是点点头 他修的悬术 算是正途 只是他在短短二十年 能够修到这种境界 这对于常人来说 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很好奇当初他和你舅舅拜的师傅 到底是什么人 叶浩轩道 我不知道 那时候我还小 而且我以前都是跟着师傅 四处云游 家族里的事情 几乎是不过问的 李延欣摇摇头道 叶浩轩微微地点点头 但是心情越发越严重了 他不知道以后 还有什么在等着自己 我们算是朋友吗 李延欣盯着叶浩轩 我不知道 我和你之间 就算是不因为我的身世 也只能说 是介于一敌一友之间 叶浩轩淡淡地说 是啊 貌似我们认识以后 打过不少次架吧 李延欣浅浅地一笑 他戳了一小口酒道 如果有一天 我有危险了 你会救我吗 我当然会 叶浩轩没有丝毫犹豫地答道 那如果是我妈和我舅舅有危险 你会救吗 李延欣迫切地问 不会 犹豫了一下 叶浩轩还是打算 实话实说 为什么 李延欣微微一争 有些失望 因为他们把我当作仇人 叶浩轩答道 而且 我有我的聂灵 今天因为我母亲的缘故 我不跟你母亲计较 但如果有下次 你让他好自为之 盯着叶浩轩看了半场 李延欣才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他把跟前的杯子端起 一饮而尽 然后有些气苦地说 平心而论 我真的不想与你为敌 家族的事情 我也不想去管 但是没办法 你姓叶 我姓李 叶浩轩默然不语 他听得出李延欣很纠结 他的确是不想和自己为敌 但是他的母亲和舅舅 却恨自己入骨 有些事情 不是他能左右得鸟的 就在这个时候 一群人骂骂咧咧的 从会所的门口闯了过来 为首的人 就是刚才那名被砸破了脑袋的胖子 他一脚把会所正中央的那个 养这数条价值不菲的金龙鱼的鱼缸踹翻 同时骂道 清场 全部滚出去 他身后几十名纹着纹身的大汉 一人手里提着一根钢管 一服气势汹汹的样子 让大多数的人心惊胆战 这胖子在这一带果然是有些实力的 大多数人都匆匆的结账离开 而在门口站着的保安 早就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大哥 刚才是谁打的你 一鸣鸡肉成爆炸感的混混嗡声嗡气的问道 就是那骚娘们儿 把他给我抓过来 等我完够后也给你们爽爽 胖子向李延新一指 为首的混混带着几个人 走到李延新的跟前道 刚才是你打的人 我们下期待就会打的 我们下期待就会打的